古浪神熙由過關前的2.4倍變成2倍 看看臨場吧 古浪神熙最後以2.1倍仍然成為大熱門開跑 次熱門方面是10號的紅跑車5倍 而賣門樂飛的馬有3號的新威由92倍變成60倍 而4號的錶車由16倍變成11倍 還有6號的善戰獨贏雖然有少少綠飛 但其實它的位置飛更多人捧場 四班千四米 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確率升不慢 前面快點的馬 來欄位置就是古浪神熙 中間騎上來的新輪帶著走 第三位左右 見到有夠信心 與時俱進 外面近來還有錶青 在後面的一輪馬 先見到蕭瑤派 才子佳人 內欄大約第八九位 還見到馬匹有確率升 中後接招在明區 三都王 尾四的位置就是紅跑車 尾三就是再來旺財 尾二就是善戰 暫時包到最後 就是那隻機靈性 開始轉香港太學院彎的時候 前面就是新輪 貼欄放了出來 標青第二位 內欄第三位 夠信心 外面第四位 就是財子佳人 中檔第五位 還見到古浪神器 拍著 還有這個確率升 左右多燒的馬匹 才見到有夠信心 一路數下去 才有御時俱進 招財明區 外面上的多燒 還見到馬匹有蕭瑤派 埋面紅跑車 等米 暫時電後 才見到三都王 還有機靈性的馬 入到最後三百多米路程 前面新威 騎幾部佔仙 但標青幾個佔仙 已經立了上來 中間追上來 古浪神器 也很厲害 外面還有確率升 中間紅跑車 亦攤著五波追上來 入到最後二百米 古浪神器 騎幾部佔仙 但紅跑車一直在外面 蓋上來 埋面的位置 還有標青 中間善戰 接近終點 古浪神器 一路頂著就是紅跑車 過了第一名 古浪神器 第二名 紅跑車 第三名又善戰 結果這場賽事 古浪神器 在中檔就出來了 但紅跑車 這輛跑車 厲害了 一入正 五波不斷衝上來 在外面 見到過終點 蘇明倫都一直在騎 第三名上來就是善戰 而第四名就很接近 標青 和確率升 古浪神器 紅跑車 跑第二 善戰 也跑了第三 然後埋面 誰是第四呢 是標青 和確率升 也很接近 外面確率佔仙一點 確率升轉了路程 上來1400 跟得到 不過回來 又不是很強的衝刺 追D 可能都是短途 這樣追行一些 但紅跑車 也被出眼罩 可能頭二馬 也要讓一班在手 那隊贏掉了 就不同班 第四名 和一 二名 都要在影 八十六 正路賽事 紅跑車 也拿了好位 忍一忍 接著埋了去 古浪旋風 也不用找 一檔就貼著難跑 跟著新位 在前面 他又不太聰明 又不夠身體 但是你想 過去 不會鬥快 就慢一點 古浪晨熙 排個領位 一直跟著他 邀請人走上來 我們跌 都是那些正常派位 夠信心 在裡面 兩隻熱門都放在內蘭 一場一場一場 一場一場不一樣 我們是一檔很難 故意不要難 就是 而且很慢 有時一樣可以 就是這樣可以 馬可以就是可以 可以就是可以 沒有規定 尤其是這裏 一堆都篩起來 都不用找 中間就上去 不用找位 紅跑車跟著他 小小閃出來 拿多一點 這裏 你一拿出來的 當然是摺點多一個 這幾個不夠你騎 當然是 但你追不回 一定是叫的 已經拚命了 這幾個很厲害 你贏了 過多終點了 好榜 單天派載 6號 8號 10號派 187元